嘩,這裡更誇張 有些鴿葉 鴿葉整個屋子是掉下來的 這是什麼來的? 嘩,這是發寶膠 隨便外面鴿葉 然後用發寶膠黏 嘩,這間屋子不行 剛剛看到的片段 是我幫客戶驗樓的過程中發現的問題 其實澳洲樓包括二手樓新樓 房屋的Quality也存在不少問題 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的 今天為大家準備了兩個案例 一間是普通的二手樓 另一間是價值200萬澳幣的新房子 兩間屋都有各自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是澳洲版Jim Sir,Alex 歡迎收看ToroTV ToroTV也有為客戶提供驗樓服務 但目前只限於麥爾本 服務專業、可扣,而且水平高 會有一條影片報告交給客戶 以及會提供專業建議給客戶 我自己賺自己沒有用的 不如來看看客戶使用後的體驗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想推薦ToroTV的驗樓服務 最近我們在看房子 我們就找Alex幫我們看了兩間屋 以我們一個不普通的賣家 我們看完兩間都覺得OK 我們就打算做辦公室 辦公室之前我們就找Alex幫我們看了兩間屋 回來有一間非常多問題 但是很多魔鬼細節 還有好的細節 我們自己也看不出 他除了告訴你好還是不好之外 他會拍片 拍照 確實地告訴你 哪個位置有什麼問題 維修可能又要花多少錢 當然聽完他的專業意見之後 我們就有一間就是 最後就是去馬 另外一間我們就放棄了 我們兩夫妻都很推薦ToroTV的驗樓服務 除此之外 ToroTV也會是客戶提供投資房退稅服務 以及銀行按揭服務 服務對準包括澳洲本地人 以及海外人士 本地收入海外收入通通都可以借到錢 重點是效率高利率低 以及會是客戶提高借貸能力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你撥個email過去 OssiTV at gmail.com 聊聊天 好廣告賣完節目現在正式開始 本節目是非商業性影片 因為片中的房屋已經賣出了 我也不會提供房屋相關的資訊給大家 第一間是單層三房的二手House 樓齡大概是10年左右 一進去就發現木門的用料比較差 真的節省就節省了 再接下來是設計的問題 門窗玻璃的用料差之外 門窗還不可以打開 導致室內的通風就不太好 長期在一個通風不好的地方生活的話 坦白說 對你的身體或者心情都不會特別好 而且你看這些牆壁這些 已經有裂縫了 裂縫的料是不太好 廚房部分 一會兒你看 它的門窗也能夠打開 你看看 它用料差之外 你看到那些材料 裝工 整個都打開了 這個更誇張 這個窗 整個是開不了的 你看 連沙窗也能夠打開了 大家看到嗎 限日墟 房間裡面 居然連地毯都沒有 你看這些細節 地磚都可以鋪成這樣 你看 很多裂縫 我再給你看 這個門 你看 你看 三合的 看到嗎 你看看 你看看 條條庇 三合的 這個 你看 這個 站在這間屋的隱形是很大的問題 然後再走進來 你看 整個門都沒有 整個門都沒有 你看 而且你看地板 你看 地板的質素都不是特別好 基本上 我估計 全屋的地毯都要換過 接著 客廳 另一個位 這些 全部要補 他也要補 補 從這裡可以看到 那些板 裡面的線 整個屋的 建築物 這間屋 都不可以 現在看外面 看外面 你看外面這個窗 你看 隨便到 防水都沒有幫你製造 你看 浪衫架都弄得 浪衫架都弄得 鬆的 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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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裡更誇張 你看 有些鴿葉 鴿葉整個屋 整個屋 掉下來 這間屋 這是什麼 嘩 這是法寶膠 隨便外面 鴿葉 然後用法寶膠 嘩 這間屋 不行 第二間屋 是屬於200萬 澳元級別的新屋 我本以為問題不會太多 但結果是讓我感到失望 因此客戶 最終決定放棄這間屋 雖然是雙車房 雖然雙車房 雙車房 雙車房 但是你看到 寬度 其實是 現在正在開 你看到寬度 就知道 它應該停不到兩架車 最多是讓你停到一架 SUV 這間屋 這間屋第一個小缺點 就是門前 連粉絲都沒有 老個個行人 是可以直接看到房間裡的活動 因此在房間裡的住戶 缺乏私隱 原來每間房間裡 只有一個茶素 主人問我兩架 每間房間只有一個茶素 就是在這個位置 偷了材料 現在使用上 現實使用上 就會有少許不方便 那你說 之後我再加插素 可以嗎 可以 但又是一筆錢 因為 不要太簡單 首先要升級電箱 還有電線 全部都要放棄 要放棄 所以我其實 覺得是有少許失望 坦白說 因為這些是真的影響到你每日生活 那為什麼你蓋的時候 不放多一兩個呢 這些錢不要省 沒有得到 還有你看它的switch 這些都不是好東西 這些都是 不是最便宜的 但也是 很便宜的 它全部在這些位置 偷空間 我們看看 廚房 廚房 廚房真的很舒服 它有一個 讓你擺放的 全部空間 微波爐都可以 隱藏在這裡 這個設計我覺得不錯 回來可以有些食物 在這裡 咖啡機 等等 在裡面 譬如有客人 把門一關 就隱藏了 但是 缺點 你可以看到 首先 對門 看不看 看不看 其實它的用料 它的設計也好 但是 用料 你看 我覺得 要是做好一點 對吧 這些是有點失望的 你看 不妨 你看用料 這裏 放了一點 那 譬如它用一些 給你的 武器爐 都可以用到 但不是特別 特別漂亮 特別好 包括 譬如 譬如 這些 這些都是 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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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些 料 都不算 不算好的 不算好的 還有 你看 這三盞燈 它可以用得更好一點 變成 這麼大的廚房 只有三盞這麼小的東西 就是 在這些位置 省的 我覺得不太好 還有 你看這些物料 你看 這不是漂亮 你看 它這裡已經是 黑了 變成 這些 是很隔熱的東西 這些是不會焦的 所以 你可以間接 都發生出 它的用料 就不太好 這個是 不太漂亮的料 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還有 抽銀機 抽銀機 你可能要換 因為這些 鬼佬的東西 抽銀不是很厲害的 我拉給你 你看 還套出來 果然給我保重 它的料不太漂亮 哇 好像不太好 你看 果然不充我鎖裂 它有很多這樣的隱藏 變成這間店 你真的 出嫁的時候 你絕對 買了這間新屋 完全沒有東西 我剛才已經舉出了幾樣東西 要搞的 第二間屋 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間屋 是屬於200萬級別的新屋 因此 我必須使用一個較高的標準 喂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我在雞蛋裡挑骨頭 這間屋是200萬級別的新屋 我當然要用一個200萬的標準 如果以一個200萬的標準 這間屋的用料明顯地是不合格的 因為新買家搬進去 其實還有不少的東西是需要更進的 包括門前的Fence 房間的插座 的Socket 也不夠 而且是每間房都不夠 廚房的問題等等 給了200萬買一間新屋 本以為可以安心住10至20年 什麼都不用煩 沒想到建這間屋的人 為了利益最大化 賺到盡 在你所有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全部和你偷工減搖 正所謂樹大有枯枝 大家在購買之前 必須要看清楚 當然在澳洲樓是需要有些經驗的 或者你可以使用TOOTV的鹽樓服務 我先小人後君子 是需要收費的 今集就談到這裡 感謝收看TOO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